好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進入了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您連到這一個 連到這一個是我的部落格的文章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在這邊 會連到我的部落格 那我在這邊有稍微介紹一下 什麼是Focus Guide 那麼各位平常在用的 簡報軟體應該 不用我講 大家也知道 就只有那一個 對不對 唯一的選擇 唯一的選擇就只有它而已 請問你說用過微軟的PowerPoint 有沒有用過其他的 所謂的簡報 你覺得是簡報用的軟體 有嗎 如果你是蘋果咬一口那一種 也許你會用那個 另外一個 Keynote 對不對 還有呢 Open Office 或者是Liber Office 裡面也有類似的 類似的 但是我們大部分所知道的 都是比較一頁一頁式的這種簡報 對不對 那有沒有別的 有 有另外一個叫Praise 或Praise 對不對 以前我也都沒有講耶 哈哈哈哈 我都有介紹 其實你在我的博物格上 您看一下齁 我有針對這個簡報的部分 我特別把它拿出來 那 我在還沒有用這個Focus Sky之前 其實我都是用Praise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上面其實有很多我的 好 那如果你有用過的你就知道 Praise的話它本身是什麼 是不是都是要在雲端上直接使用 所以它有一個比較大的麻煩點就是 如果你的網路連線比較慢 我們中正也是有名的 沒有很快嘛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吧 我沒有講那個 就是原來像我們上研習這種 就是連到國外的 通常在網路速度上 教育部出去的 通常稍微會比較慢一點 那這個會很明顯 就會影響到比如說老師你要用或同學你要做簡報的時候 那糟糕了 是不是就可能會有受到影響 那你用免費的話它就不能變成什麼 單一的檔案 你就是必須在雲端上 除非你是用它的桌上板 桌上板 那麼我們往下走 所以後來我今年的話都是主推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也有免費跟付費方案 可是呢 它是屬於單機的軟體 所以今天你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我就發布到網路上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 反正你自己的電腦 我就怎麼樣 軟體帶著 我即使不發布 我有檔案啊 都存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剛剛Play是一定要存在雲端嘛 所以我有檔案 我走到哪裡 我還是可以播出來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這個是兩個最大不同 那再來 FocusSky呢 其實也可以說是進化版的什麼 Play 還有簡報的範本 還有它可以使用的功能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會很在意的是什麼 字型 如果你用Play 你會發現字型主要就是 就是走在黑體而已 可是在這邊就沒有這個限制 你喜歡用哪一種 自己電腦有的 自己用 當然不可否認 你用的越多 你的檔案一定會越大嘛 因為字型它要帶著走啊 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講 跟我們一般做PowerPoint簡報一樣 字型會不會一次用很多 不會 用很多的就表示你沒有什麼內容 所以我就稍微花俏一點 給你看一下我有這麼多字型 有沒有 可是這個沒有太大幫助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大部分 字型大概兩種到三種 就非常多了 就非常多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邊呢 也可以連到我的這個上面去看一下 像我在這邊 有沒有 那你有看到我最近都是開始用的嘛 用很多 那所以 比如說像您剛剛有看到一個 像OneNote的 這裡 它一樣 可以怎麼樣 變成全螢幕 那我們的這種 FocusSky也好 或Plezy 它的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跟我們今天另外一個主題 有相關 叫做新制圖 有沒有 你今天在規劃的時候 我是不是用新制圖幫助去規劃 可是呢 我規劃好了 我只要把它轉換成這個上面 它就照著這個方式來走 這樣 你了解那個概念了 而且呢 我們用這種方式 最大好處就是 它不是打斷你的 像我們一般的PowerPoint 它都是每頁每頁都分開的 所以每頁都是什麼 獨立的頁 但是呢 你的版面可能 沒有辦法做連續 所以用類似像這種 所謂新制圖概念 我可以像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你就直接Rubing進去就好了 Rubing進去 當然後面這個圖也是可以換的 也是可以換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它在這個使用的時候 就覺得 其實這樣就會比較方便一些 比較方便 所以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它大概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你可以再怎麼樣 Rubing, Runout 有沒有 比如說我要看清楚一點 那我就可以自行再移動過來 可是一般的PowerPoint 可不可以這樣 不行嗎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數據要顯示出來 你得怎麼樣 自己連到那個Excel 就要別人再放大縮小或操作 對不對 在這種 在PowerPoint裡面 就比較沒辦法做這一塊 那它這邊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你要放影片進來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我們 這樣做好了 我就 再叫它回去就好了 它就自動回去 那當然你要跳也可以 這樣也沒有一點感覺了 好 那麼有這樣感覺之後呢 我們就先 待會呢 就照著我們新日圖的方法 就 一步一步來從這邊走到這邊 這樣沒問題了齁 好 那剛剛呢 大家已經加入這裡了 軟體呢 因為我們學校 治安控管是比較嚴格的 一個禮拜前就準備好了 呵呵呵 好 就先請電段東西先準備好了 因為來這邊我沒辦法裝 OK 所以這裡OK了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也稍微介紹它的特色了 現在就 準備從第四個步驟開始囉 OK 那我這一段到這裡